欸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男生會太自大 就說你看吧 我都可以頂到你的膀胱 對 他就覺得他又長又粗 又猛又勇又夠力 所以他就頂到了你的膀胱 但真的會嗎 真的有可能會頂到 的確是有可能的 怎麼會 我們的尿道就躺在陰道的上面 然後呢 子宮其實就趴在膀胱的上面 所以 當你的陰道的鏡頭的子宮頸的前端 其實就是膀胱 他們基本上是相連的 好啦 所以男生不是你頂到膀胱好嗎 哈哈哈 是因為能力道比較大 上下一起晃動 是的 就是像膀胱過動 比如說你今天的伴侶是一個新的伴侶 然後你覺得很焦慮很緊張 你就會一直想尿尿 你想要表現得很好 然後你很擔心自己 比如說不夠濕啊 或者是欸是不是叫得不夠大聲啊 嗯 不是你小腹突出來 哈哈哈 我比較煩惱這一點 好好好 走走走 人在比較緊張焦慮的時候呢 就會誘發你的膀胱過動 所以你就會一直覺得想尿尿 但其實這時候膀胱裡面呢 其實是沒什麼尿液的 這是一個錯覺而已 男生從後面來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會更想尿尿 對 如果你已經覺得 自己的膀胱裡面的尿液 已經不少的話 那盡量就是換別的姿勢 不要去刺激到膀胱 還是要少喝這個刺激性的飲料 還有太過酸的飲料 女生很常拿來喝的 高濃度的蔓越莓汁 這個在膀胱過動 比較厲害的病人 我們也是建議盡量避免的 規律的性生活 可以防止漏尿 這教育是單身人怎麼辦呢 主要是因為高潮也來自於 骨盆底肌肉的強力的收縮 其實它就是天然的凱格爾運動 對 沒錯 所以這應該是不只男生 女生都是對不對 天然的凱格爾運動 對 天然的凱格爾運動 而且是強效的凱格爾運動 就是高潮 是 就是高潮 太棒了 好 我這 你應該要早一點告訴我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詩瑋 歡迎收看詩瑋愛健康的節目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呢 先邀請大家動動你的手指頭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兩性密碼頻道 每個禮拜一三五的晚上十點鐘 都有精采的密尼科影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還有呢 不管你是iPhone手機 Android手機 都請幫我拿起來 可以下載 中天新網的APP 同時記得 輸入我們的專屬的代號 是CTI928 CTI928 邀請大家 一起來多多支持 中天新網的APP 那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要來歡迎的是 來自於高雄 岡山秀船醫院的 蕭素娟醫師 蕭醫師 你好 詩瑋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剛剛我們攝影師說 我們的女泌尿科醫師 怎麼都這麼美啊 我也是這樣覺得 謝謝師偉 謝謝攝影師 好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 蕭素娟醫師 因為呢 有網友在我們的 留言板下方留言說 到底為什麼當初 女醫學生們會選擇蜜尿科 作為自己的主治科別 這我也不太知道耶 要請蕭醫師來回答一下大家 第一個是 本身就非常的喜歡外科啦 就喜歡開刀 第二個是 在蜜尿科的時候覺得 哇 蜜尿科開刀的老師都好帥喔 然後開刀的時候帥 然後本人也長得很帥 對 然後所以就覺得 只要走進蜜尿科 應該前途就是一片光明 就是天堂 在天堂裡工作的感覺 然後呢 老師很有趣的是 老師跟我說 其實蜜尿科的手術 就跟打電動玩具一樣 我就覺得 哇 這真的太開心了 應該是達文西手術吧 他其實連結石的手術 也非常的像打電動玩具 後來也果然真的是證明 他真的是跟電動玩具一樣 非常好玩 所以 我記得那個蕭素娟要好的醫師 是我們的李湘雲醫師 李湘雲醫師說 他上班在開刀 然後連下班也喜歡 看那個韓劇精師父 對 你也是嗎 是 真的很愛開刀 是 真的很愛開刀 好 這些女生都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我光想到寫玲玲的畫面 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完全不怕寫 好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哇 女蜜尿科醫師每個都這麼美 她們不僅美 而且呢 她們是人美 心又膽大 對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邀請蕭素娟醫師 來跟大家呢 聊一聊的事有關於 愛愛的時候 為什麼常常會 也想要尿尿呢 這件事情呢 有幾個可能性跟原因 要請醫師來幫我們解析一下 第一個我們先請教一下醫師 男生在高潮的時候 有可能同時 高潮又噴精液 然後又噴尿液嗎 基本上這個是比較 在男生是比較不會發生的啦 主要是因為男生在射精的時候呢 是從他們所謂的精附的地方射精的 在射精的時候呢 男生的闊躍肌其實是會關起來的 所以會阻隔了膀光跟尿道的那個 主要的大門的開口 所以他們射精的時候呢 會從精附直接就往尿道的方向衝 就直接往前衝這樣子 就算是他們的門沒有關好 他們往後也只是把精液往後送 所謂的逆行性射精 也不會把尿液一起帶出來 所以他們在射精的時候 是骨盆底肌肉的運動 膀光本身是放鬆 是不會收縮的 所以男生不用擔心 對 男生是不用擔心的唷 如果你有感覺那一定是想要高潮射精 對 不會是噴尿出來 是的 好 那請教為什麼女生 會嗨的時候會容易想尿尿呢 難道是因為愛愛前沒有先尿尿的關係嗎 如果你在愛愛前呢 沒有先把你的膀胱排空的話 的確你有可能在愛愛的過程 比如說愛愛的過程比較久 你的膀胱的確是沾滿了尿液 那你當然就會想要尿尿 這是正常的生理反應 但是呢 如果是你已經排空尿液了 但是呢 你在愛愛的時候 還是想要尿尿呢 這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是 你可能有感染的情況 你自己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 你是說泌尿到感染 對 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有可能有一個膀胱過動 但這大概部分都是一個 有生病的狀態 如果是沒有生病的狀態呢 那就是你的男伴 可能他撞擊的位置 剛好就頂到你的膀胱 所以就誘發了你 我想要尿 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男生會太自大 就說你看吧 我都可以頂到你的膀胱 對 他就覺得 他又長又粗又猛又勇 又夠力 所以他就頂到了你的膀胱 但真的會嗎 真的有可能會頂到 怎麼會 可以我們講一下 不是紙會 陰道進去不就子宮頸 子宮頸來就子宮嗎 怎麼會撞到膀胱呢 因為其實 我們的尿道就躺在陰道的上面 然後呢 子宮其實就趴在膀胱的上面 所以 當你的陰道的鏡頭的子宮頸的前端 其實就是膀胱 所以如果想像成是上下鋪的話 上層的子宮在晃動的時候 下面的膀胱也會 對 有點壓到是這個意思 是他們基本上是相連的 哦 了解了解 好啦 所以男生不是你頂到膀胱好嗎 是因為你的力道比較大 上下一起晃動 是的 好 第二個呢 可能性有可能會是咪尿道感染 第二個呢 真的是男生撞擊的太厲害了 去擠壓到膀胱 是 小醫師剛才跟我講說 從後背姿狗爬式 更容易會想尿尿 是 因為他會更直接的去撞擊到膀胱的位置 男生從後面來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會更想尿尿 哦好 所以那個如果你已經是有點想尿尿的話 盡量不要採取後背姿 是的 如果你已經覺得自己的膀胱裡面的尿液 已經不少的話 那盡量就是換別的姿勢 不要去刺激掉膀胱 好 那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你本身有一個膀胱過動的情況 那因為膀胱過動這個症候群呢 會受到情緒的影響 所以比如說如果今天你這個伴侶是一個新的伴侶 或者是你今天對這場心愛你比較緊張 你想要表現得很好 然後你很擔心自己比如說不夠濕啊 或者是不是叫得不夠大聲啊 不是 你小步突出來 我比較煩惱這一點 好 走走走走 這都會讓女生有焦躁情緒 然後就會想尿尿是不是 是的 因為人在比較緊張焦慮的時候呢 就會誘發你的膀胱過動 所以你就會一直覺得想尿尿 但其實這時候膀胱裡面呢 其實沒什麼尿液的 這是一個錯覺而已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我去上廁所的話 其實尿尿也只能尿出來一點點而已 是的 通常都會少於100或是150cc 好 以上呢幾個可能性啊 可以請大家呢來做參考 但是我們也要請教一下消速捐醫師了 就是我本來以為想說愛錢就盡量不要喝水 然後呢去排尿把它排光光是最好的 可是剛剛消速捐醫師還是告訴我說 愛愛錢最好還是多喝水 為什麼啊 是在愛愛錢呢 我還是會建議我的病人們呢 可能是還是要多喝一點水 為什麼呢 第一個你多喝水 你在這整個性行為結束之後呢 你膀胱裡面才有尿可以去讓你尿尿 這樣子你才有達到一個沖刷細菌的效果 這樣比較不會有泌尿道感染 第二是呢 如果你沒有喝水 你在處於一個比較缺水的狀態 那想當然你就比較不會濕潤 比較不會有水分的產生 什麼什麼 所以愛愛錢補充水分有助於我們女生分泌愛意之 是的 沒錯 你一定要先有足夠的水分 你才有辦法產生足夠的濕掉的部分 然後 講得真好 但是要喝多少啊 醫生我總不能猛灌個500cc 對 你不能灌個500cc 那你很快就會想尿尿了 我建議還是以100到200cc為主 就是那種辦公室常見的紙杯 大概250cc左右 是 大概一杯到兩杯左右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愛錢呢還是要請大家要記得多喝水 當然呢 喝完水還是要記得去尿尿排空那個尿液 九星行為結束之後 我還是會建議你就是要去排空尿液 達到一個沖刷的效果 另外我有病人跟我分享說 他覺得膀胱裡面有一點點尿液 你不要太脹的時候 反而有助於他達到一個高潮的效果 有這種事情 對 我一個病人非常特別 我猜應該還是跟他的生理結構有關係 因為他膀胱有點尿的時候 會把子宮頸稍微往後面頂起來 所以他就會非常容易達到子宮頸的高潮 所以這是一個蠻特別的案例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還是要看你臨床上面 唉唉的互動怎麼樣 沒錯 但是真的有沒有可能女生在高潮的時候 同時也會尿出來呢 剛剛我們已經說男生是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那女生呢 女生是比較有可能的喔 主要有幾個原因啦 第一個女生尿到比較短 第二個呢其實台灣有一部分的女生 當然是有尿失禁的問題的 在性愛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光膀胱過動這件事情 就足以讓你可以達到一個尿失禁的狀態 那尿失禁呢 主要還是常見於多產 然後自然產的婦女 還有剛產後的婦女 比如說你已經關機很久了 終於可以開機了 當然就迫不及待 但這時候你可能有一個產後尿失禁的情況 所以你在唉唉的過程裡面 就會不小心 哇就噴了一整個床都是 還以為自己吵吹了500cc 其實不是那個是尿失禁 應該聞得出來吧 那個尿味還是會比較明顯 還是會有一點點比較明顯的尿味 嗯 跟我們正常的女生的 在刑防的過程裡面 所產生的液體的味道 顏色還是不太一樣的喔 OK好 所以呢 如果呢真的是有尿失禁的婦女呢 還是要好好的治療 是的 因為同時 你當然也有可能會是 這個同時尿失禁跟同時到高潮 都是有可能的 是的 好 那最後呢我們請醫生呢 來幫我們做一下小小的總結 嗯 尿失禁這個問題呢 在台灣的婦女其實是蠻常見的 但是這個治療呢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治療她 所以還是鼓勵 大家如果有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還是要尋求專業的醫療的協助喔 那另外呢就是 愛的時候到底會不會想尿尿這個問題呢 除了撇除可能有生病的這個問題之外呢 其實就大概就是你的男伴 撞擊跟的方向力道呢 可能讓你不太舒服 讓你想尿尿 但另外一方面來看呢 它也有可能是你快要高潮前的一個征兆 下次不妨先稍微忍耐一下下 也許你就到達天堂了唷 所以到完今天到達天堂 高潮後之後再去尿這樣子 是的到天堂之後再去尿尿唷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尿出來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是伴侶之間 互相的多多體諒啦 是的 她也幫你小兒子呢 孫小孩生了兩個之類的 幫你生了一個那個傳家寶 就是千萬不要因此而 這是女生她必須要去承受的一個部分 對這是當媽媽的偉大 我都這樣說 另外呢在網路上面呢 有看到這個防止自己尿試鏡呢 有幾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我就覺得天哪 我應該中了 第一個就是少喝刺激性的飲料 比如說咖啡啦 茶啦可樂啦 為什麼這個會容易造成漏尿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刺激性的飲料 到了膀胱之後呢 它會刺激膀胱 所以導致膀胱會有一個收縮的情況 那你在不自主的情況之下 膀胱就收縮了 你如果你的骨粉體肌肉不夠強壯的話 它就會造成一個急迫型的尿失禁 就是膀胱收縮了 但你自己不知道 你也關不住 它就直接漏掉了 所以還是要少喝這個刺激性的飲料 其實相對的還有太過酸的飲料 比如說女生很常拿來喝的高濃度的蔓越莓汁 這個在膀胱過動比較厲害的病人 我們也是建議不要就是盡量避免的 我不曉得這件事耶 所以大家喝蔓越莓 它可能可以吃蔓越莓乾嗎 蔓越莓乾或者是蔓越莓錠都可以 但是太高濃度的蔓越莓濃縮的果汁 可能就不太建議 還是會刺激到膀胱 會刺激到膀胱 還有像麻辣鍋類的 太濃的咖啡這些都會喔 好 這次要防止自己尿失禁很好的方法 是的 另外呢網路上面還有講到的就是呢 請大家保持2.5小時到3小時就要去尿尿 這次講我啦 因為我真的很會憋尿 對沒錯 因為憋尿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容易造成你的感染 第二是如果你憋尿憋久了 膀胱就會開始出現一些不自主的收縮 所以跟剛剛的道理是一樣的 它不自主的收縮你自己不知道 就會造成一個漏尿 甚至你來不及到廁所 甚至來不及脫下內褲你就漏尿了 所以憋尿憋過頭 反而會讓你容易漏尿 是的 千萬不要憋尿 大概多久要去上一次廁所比較正常 當然跟你的喝水量有點關係 但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還是鼓勵病人2.5個小時到3小時 你一定要記得去排控一下你的膀胱喔 好 另外呢也要來提醒一下大家了 網路上還有說呢 肥胖的人要記得請減重 是的 太重又是有什麼錯 太重的病人呢 他尿試劑的比例還是比瘦的人來得高的 是 所以太重的病人我們都會先建議 一定要先減重 然後請練凱格爾運動 是因為體重壓迫到膀胱嗎 他的脂肪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變成說他肌肉的量就相對的比較少 所以他變成不夠不夠以去支撐那個膀胱 OK好 另外呢最後呢要來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呢 網路上還有建議是說請大家做規律的運動 這可以理解剛剛講到凱格爾運動嘛 是 結果蕭醫師剛剛也認同最後一點 規律的性生活可以防止漏尿 這家人是單身人怎麼辦啊 規律的性生活為什麼有助於防止尿失禁呢 規律的性生活主要是因為高潮也來自於骨盆底肌肉 肌肉的強力的收縮 其實他就是天然的凱格爾運動 對 沒錯耶 對 所以這應該是不只男生女生都是對不對 當然對 好 那那個男生或女生 其實你自己DIY也可以達到高潮 當然 因為我必須要講 我剛剛講那個不好意思 就算你沒有伴侶 但是你還是可以靠雙手萬能 或有些情趣玩具 是的 天然的凱格爾運動 對天然的凱格爾運動 而且是強效的凱格爾運動 就是高潮 是就是高潮 太棒了 好我這 你應該要找一點高潮 我們 好 規律的性生活有助於身心健康 當然更是有助於幫助你這個尿失禁 所以以上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鋼山秀船醫院的肖宿堅醫師 非常感謝肖醫師 謝謝師偉 謝謝 謝謝 歡迎訂閱兩星密碼頻道 同時太陽星全校科貝爾益生菌 在中天快點夠熱賣中